在余英准备好入驻航母的同时 美国最新一代福特级航母首舰福特号 也在进行紧锣密鼓的测试 不过由于很多技术问题困扰 这艘早在2017年就已经服役的最新型超级航母 可能还需要5年时间才能投入实战部署 福特号航母在码头停留15个月后 于10月25日离开弗吉尼亚州的亨廷顿 英格尔斯工业公司的纽波特纽斯造船厂 美海军对其进行一系列海事 包括在大西洋进行高速转弯测试 高速转弯测试了福特号航母的控制和推进系统 包括两个AEB核反应堆 报道称福特号航母是美国新一代超级航母的第一艘 将最终取代美国海军的尼米兹级超级航母 福特号采用了多种新技术 包括电子弹射器 先进的飞机主录系统 新型雷达核心的先进武器升降机 即使经过专门的改进已排除故障 该建的是一台升降机中 也只有四台能够工作 新型雷达核心的旋转弯测试 新型雷达核心的作品 新型雷达核心的优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